在清神的灵静中 在夜晚的灯火下 每日与主同行 感受神的智慧和爱 我是阿清 让我们一起打开心灵之窗 让神的话语成为亮光 指引前行的方向 上帝与罗亚立约 人类的身开始 经文 创世纪九章一至十七节 上帝赐福吉罗亚和他的儿子 对他们说 你们要多多繁衔 遍布大地 地上所有的动物 空中所有的飞鸟 地上爬行的所有小动物 以及海内所有的鱼 看到你们都会恐惧战律 我已经把他们交给你们管理 给你们作食物 就像我把谷物和蔬菜 给你们作食物一样 可时 大血的肉 你们绝对不能吃 谁取了别人的性命 我必定向他追讨血债 害了人命的野兽 必须处死 人如果谋害自己的同类 也必须处死 凡是杀人的 那人也要被人所杀 因为人类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做的 你们要多多繁衔 重新在地上居住 上帝又对罗亚和他的儿子说 我现在跟你们和你们的子孙 确立我的药 也要跟所有和你们一起 在船上的动物立药 就是地上所有的生物 包括飞鸟 生畜和所有的野兽 是的 我与你们确立我的药 绝不再有洪水灭绝一切生物 也绝不再有洪水毁灭大地了 上帝又说 我要给你们一个记号 标志着我跟你们 以及一切生物所立的药 这个记号将延续万代 我把彩虹安放在云中 作为我跟你们 以及全地立药的记号 每当我以云彩覆盖大地 就有彩虹在云中出现 我就会纪念 跟你们和一切生物所立的药 从此绝不再有洪水 淹没一切生命了 每当我看见彩虹在云中出现 就会纪念上帝跟地上各种生物 所立的永远的药 上帝对罗亚说 是的 这彩虹就是我跟地上一切 受造物立药的记号 上帝与罗亚立药 人类的新开始 一如起初创造世界时 上帝吩咐人要多多凡显 并且强调人是按住上帝的形象受造的 不可以杀害 上帝以彩虹为立药的标志 承诺不再用洪水灭世 后来罗亚醉走 祂的儿子含处理不当 赵志含的儿子嘉南受咒座 进心思考 洪水之后 人类有新的开始 在哪些方面 好似起初创造世界时的景况呢? 上帝在哪些地方给你机会 让你可以重新开始呢? 多谢收听和谐频道制作 每日与主同行 材料节六字汉语圣经协会出版 《读经日记》 好开心能够跟你分享上帝的话语 一起研读圣经 令命成长 欢迎你在我们的Facebook楼下足跡 明天见啦